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测试拯救的Y32P-30 它是拯救者首款4K高刷电竞显示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从包装来看 EM采用了褐色的环保纸皮 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支架 一个底座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Type-Z线 一条USB上行线 和一份安装说明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底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好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整体和我们之前测试的Y27Q-30是差不多的 正面采用了三边窄边框的设计 背面有一个凸起的蜂窝小背包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正面的底边框有一个开孔 类似了一个光线传感器 这意味着这台机器是支持自动光感的 其实在正底边位置有一条RGB灯带 这个设计是比较隐蔽的 我个人比较建议 如果是拯救者设计灯带的话 可以考虑把背面小背包的拯救者logo点亮 类似于Y25G-30的设计 我们再来看一下支架 它支持升降和中心周的旋转 不支持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式阻力感也相对一般 有优化的空间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两个HDMI 2.1的接口 一个DP1.4 一个Type-C全功能 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一个Type-C下行接口 在小背包的侧面 还有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这个位置会比较方便用户接驳 整体从它的定位来看 接口的丰富度还是相当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量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联想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以后的第一转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表现还是不错的 没有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通过仪器的测色 它达到了120%的sgb的容积 PPI为137 实际的字距和图像显示效果 还是不错的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在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的形态是鱼鳞状 屏幕的出厂默认色温为6700K 在菜单中还提供了 标准色温和冷色温的选项 启动标准色温为7100K 冷色温为8500K 色域空间方面 它内置的sgb和dcip3 两种色域模式 其中默认模式是dcip3 覆盖率为86.8% 平均色彩值1.89% 最大色彩值4.91% 表现非常一般 sgb模式下的色彩覆盖率为96% 平均色彩值1.39% 最大色彩值2.71% 表现不错 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由于机器配备了一个光线传感器 因此菜单中多了一个智能灯的选项 开启后 机器会根据当前环境光的强度 自动调节屏幕的亮度 但可能是工程样机的缘故 自动调节亮度并不灵敏 几乎无法响应 这点希望拯救者的量产机能够优化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和Type-C接口是1.4A的规格 可以支持到4K14Hz 10bit RGB444的全范围输入 HTMI接口是2.1的规格 F2L3 4通道6G 也就是24G的带宽 连接PC 可以通过DSC技术 支持到4K14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 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可以支持到4K60Hz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阵力模式之后 可以支持到4K120Hz的422颜色格式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TMI直连的情况下 可以支持4K60Hz 并且支持高动态范围和High DPI 使用Type-C直连 可以支持到4K48Hz到14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高动态范围 但不支持High DPI 另外 它的Type-C接口可以反向充电 充电协议为PD3.0 最大供电速度为20V3.75A 也就是75W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120Hz的信号下 它的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它的输入延迟为12毫秒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Y32P的中心亮度 紫色部分超过了350L 周围一圈蓝色的部分 为300-350L之间 靠近边缘的绿色部分 为250L 整体的亮度均匀度表现是中等的 色温均匀度方面 屏幕的边缘相比中心区域偏冷 色温在6700K到6900K之间浮动 整体色温均匀度的表现是出色的 切换到全屏暗场画面 屏幕的亮度在0.1-0.7L之间浮动 右上角有一个漏光峰值 接近0.7L 整体暗场控制表现中等 白点光谱和平闪测试方面 它通过了蓝音的眼部舒适 和硬件低蓝光的认证 在实际的测试中 我们测试了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 蓝光波峰在460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9% 在硬件低蓝光中 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d Display HDR400的认证 在默论的HDR模式下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背光 但有意思的是 通过后面的拆机 我们可以看到 它拥有16分区控光的硬件 切红到HDR400的模式下 我们也成功地开启了 它的分区控光 但它的控光逻辑不对 这点需要后期优化 HDR亮度方面 我们测试了 它各APL状态下的峰值亮度 在板摆的窗口下 它能达到最高的464L 并且亮度的持续性表现不错 在5秒甚至更长的时间 几乎看不到明显的亮度衰减 菜单中有5个HDR模式 分别是自动 电影 照片 游戏 和HDR400 我们来看一下这5个模式的EOTF曲线 它们都没有做标准的PQ的硬材切处理 而是为了保留亮部细节 做了平滑的亮度曲线 其中自动模式下 做了一定的暗部提亮处理 但全屏白点亮度最为保守 而电影 照片 游戏 三者的EOTF和亮度曲线基本相同 整体的画面亮度提亮 并且在40%以下的灰阶始终高于标准的PQ 以此来提供更多的暗部和亮部的信息 这三个模式的主要差别在于色彩方面 电影模式的红色饱和度更高 而照片模式则绿色饱和度更高 游戏模式则是全面提升画面的饱和度 HDR400模式的亮度曲线 则是在自动模式的基础上提升的白点亮度 色准也相比前三个模式更加精准 HDR实景方面的表现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观看太阳核心的亮度 其中HDR照片模式亮度最高达到了448L 其次是HDR游戏模式达到了443L HDR电影模式435L HDR400模式为334L 最低的是HDR自动模式仅为324L 因此我们建议在不同的HDR场景选择对应的HDR模式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原表现还是不错的 并且暗部的细节也得到了一定的保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彩过度是平滑的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接断层现象 HDR游戏方面的体验 暗部细节表现相对一般 高光和色彩还原的部分做得不错 另外它的色身表现不错 色接过度平滑 整体表现在HDR400中属于是上等水平 除去HDR之外的游戏体验 Y32P搭载一块群创的IPS面板 OD调节有5档 分别为关闭1级2级3级4级 通过仪器的测试 关闭模式下6.91毫秒 1级6.71毫秒 2级6.27毫秒 这三档都没有任何的过冲现象 3级5.25毫秒 平均过冲1.5% 最大过冲10.7%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4级4.39毫秒 平均过冲8.9% 最大过冲32.48% 肉眼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3级乘机5.25毫秒 为它的最快无鬼影响应速度 从结果来看 它的响应速度是4K高刷显示中的中等水平 游戏的功能性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暗部增强 它具备四档可调 调节到最大之后暗部提升是明显的 但也会伴随着比较严重的发挥情况 另外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它支持联想自家的LDCC显示器软件 软件的UI设计可以说是比较简陋 但它具备几个物理菜单中没有的功能 第一个是准心调节 它具备两个样式 第二个是游戏帧率检测 它可以实时监控游戏的运行帧率 第三个是硬件信息显示 它可以将电脑的帧率 温度等数据传输给显示器的顶部OSD菜单显示 以上这几个点都需要安装这个软件以后才能实现 另外菜单中还提供了KVM功能 PIP和PPB分屏功能 这对于多输入员用户来说是很不错的 这点我在很多机器测试中提到过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提案的最后我需要提醒大家 它是配备了双5W的扬声器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下它的音质表现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Y32P的整体做工和走线是比较公正的 内部有较大的金属屏蔽罩保护 其中主要的元件包含了底部的RGB灯带 光线传感器 两个5W的扬声器 电源板 驱动板 以及面板本体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 主控i14锐域的RTD2718Q 这是一块比较常见且成熟的4K高刷方案 支持DP-4和HDMI2.1 并且双接口都支持VR的协议 但HDMI2.1的带宽只有24G USB接口的位置有一颗锐域的USB HUB芯片 形容为RTS5411 TYP的接口位置有一颗锐域的RTS5450M 用于实现DP-OUT和PD3.0供电 空光方面它使用了一个AutoMicro的芯片 形容为OJ9913TN 它连接了16颗MOS管 因此它理论上可以实现16分区控光 有趣的是 当各位搜索这颗芯片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我们5年前 戴尔U2518D的文字版测试报告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面板贴子 形容为M315 DCA-K7B 这是一块群创的4K14核子高刷原装模组 350尼特的常规SDR亮度 400尼特以上的SDR峰值亮度 支持硬件低蓝光 7毫秒的原生灰接响应 另外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这台工程样机是由富士康生产 内部的做工是很不错的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用料在这个级别是属于优秀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Y32P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四注标计算 Y32P达到了120%的SRGB的容积 色域天立宝排名第97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最大亮度为358尼特 亮度天立宝排名第85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035比1 对比度天立宝排名第90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实际的各角度观测 Y32P的表现一般 在较大的角度下 IPS的格漏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车下 Y32P最大的差值为9.16% 均匀度天立宝排名第29名 SDR单独实相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464尼特 SDR亮度天立宝排名第57名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054比1 SDR静态对比度天立宝排名第61名 分区控光方面 通过拆机的环节我们可以确认 它有16个控光模块 但从目前的工程样机来看 它的控光逻辑需要优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Y32P最快的无归影响时间为5.25毫秒 响应速度天立宝排名第54名 最后我们来对Y32P-30做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来讲一下它优点 一 群创31.5英寸4K14Hz K7B的原装模组 参数不错 同时拥有原厂的硬件低蓝光的背光 实测短波蓝光占比不到10% 并且SDR和HDR模式均为DC的调光 整体对于眼睛的友好程度高 二 配备的光线传感器 自家的LDCC控制也很实用 支持帧率监控和硬件信息显示 三 接口配置丰富 拥有HDMI 2.1 DP1.4全功能Type-C接口 支持75W反向充电 KVM功能 PIP和PPP分屏功能 四 HDMI模式丰富 针对不同的用途优化了各模式下的 EOTF曲线和色彩饱和度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缺点 一 工程样机的bug偏多 光线传感器不够灵敏 空光逻辑也不对 希望在量产机这些问题能得到优化 二 色域覆盖一般 DCIP上的覆盖率只有90%左右 同时整体的色准表现相对一般 三 HDMI 2.1的接口不是满血 只有24G的带宽 同时响应速度相比快速液晶第一梯队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Y32P-30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